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全哨 不知道大家觉得一台称职的家用车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可能有人觉得空间大坐得舒服 但是对于家庭用户来说 他好像不单单只能坐到这些 正好今天我们找来了一台很会坐家用车的理想 而且还是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大五座车型L7 来看一下这台车到底是怎么样的 不过也有用户觉得 他们并不需要理想高配车型那样子的一个空气悬挂 他们也并不需要高阶的一个辅助驾驶 他们只需要他做好家用车本身就好了 所以这台L7是一个最低配的版本 顺便也来看一下理想到底是怎么做好一台称职的家用车的 撇除掉三排座之后 大五座的L7它的后排空间就展现出来了 作为一个有着超三米轴距的车型 这个后排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 而且很多人其实用L7跟X5L对比过 就是宝马加长后的那台X5 其实整个腿部空间都是很有优势的 并且因为有没有传动轴马 它全屏的地台可以轻松坐下三个人 因为它的宽度也是足够的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皮质很细腻 也足够油软 并且同样也有头正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大五座车型 相比于他们那种L8 L9中排独立座椅 会不会在舒适享受上会差一点意思 但是这台车并不会 包括这两个座椅它有电动的调节 并且它的一个配置方面有独立的空调 这里的出风口对着人脸吹的是非常好 还有它的一个通风加热按摩功能都是有的 所以这个享受配置基本上也是拉满的 所以你想想家里的人坐到这个后排 谁还会投诉呢是不是 另外一点就是没有了第三排座椅 用上了大五座的一个L7 它就可以完全释放这个后备箱的空间了 可以看到整个后备箱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过年的时候或者说去旅游的时候 装下的一些行李啊礼物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这是它整个设计了 理想整个家族的设计就是比较简洁一点的 主要是两个大屏 而且副驾的娱乐屏 可以给家里的女人看看剧什么之类的 并且它这个副驾的一个座椅其实是可以放倒的 整个躺姿是非常舒服的 这也是L7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功能吧 另外一点就是理想这个车机的UI 其实是做的蛮不错的 它的功能摆放是很直观的 并且有一些比较常用的功能 它也整合到下面的一个小栏上面 像是自动灯光啊 一个它的一个混动模式啊 另外还有一点 我也觉得理想在这一点的一个改革还是很不错的 它用上了HUD 大家可以通过HUD观察到车辆行驶的一些信息 另外它这个小屏幕也可以调整车辆状态 可以有它的一个驾驶模式啊 CDC的一个状态啊 可以在这里显示 都是非常直观非常好用的 这也是理想一贯在照顾到家庭用户使用上 做的好的一个 我们下车辆行驶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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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